这个男网红正在直播 他要给现场观众示范如何在椅外求生 现在他需要在天黑之前搭好帐篷 所用到的工具就是手上这把刀 需要用它先把这些木棍削尖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在地上发现了一只鳄鱼蜥蜴 这是送上门的晚餐 他决定现场展示一下如何烧烤蜥蜴 他用小刀刺向蜥蜴 可蜥蜴太过狡猾 男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正当他准备蓄力一击时 没想到蜥蜴突然跳到他的腿上 男人来不及受力 直接刺在了大腿上 他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由于男人的位置太过偏僻 消防员只能徒步进山 这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经过不断的寻找 他们终于在石头后面发现了这名男子 男人大腿受伤倒在了地上 消防员赶紧过来帮他检查 可当他们看到伤口时被惊住了 没想到这条鳄鱼蜥蜴 竟直接钻进了他的肉里 消防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男人疼得满地打滚 他恳请消防员赶紧把蜴蜴弄出来 他们先是拿了止血袋捆住大腿 防止蜴蜴继续往里钻 但此刻蜴蜴变得暴躁不安 如果处理不当 蜴蜴会再次发动攻击 他们需要先将蜴蜴从伤口引出来 与队员戴上手套 将手指从伤口伸了进去 果然蜴蜴很快就对消防员发动了攻击 他成功将蜴蜴从里面拉了出来 他正牢牢咬在了手套上 他们向蜴蜴取下放进了袋子里 正当他们准备将男人抬上单架时 可没向男人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他恳请消防员给他的伤口 拍一个特写镜头 因为他的讽刺一定很想看 消防员对此感到非常的无语